面性被取消,CY失勢了 04年,劳東去智利参加完APEC主席的休分是 08年,高态去秘魯,主席都说明support香港 但这些机会就不是他的了 上任特首之后,原本昨晚他第一次代表香港飞去俄罗斯参加APEC 一,他在国际监抗党 二,是乘机见见领导人听听的指示 三,去见菲律宾总统为人质事件的家属反应道歉和赔偿诉求 我们前天都曾经打问特首办APEC期间,CY会不会见领导人 当晚他们都覆华会按照惯例回报香港情况 哦,又怎知昨天下午,政府新闻处又突然发新闻稿 由胡桑增代去,事关CY在未来几天继续专注本港公务 放头火势,急着处理的,当然是在郑总楼下的反国较黑的人 还有的是要就深圳一签多行,跟港人港地这些政策做决定 政府消息人士就说,未来两三天就有新消息了 不过查实美的两样,一林郑和一班局长坐站已经搞得完 为一热炸炸的,都是这一局了 每一晚都有几千人,甚至更万人来去集会 其实这个这么强大的民意,这几年其实根本都没见过 在这么强烈的民意压力下,但是CY仍然都是 只是说这些人肉绿音机的说话,其实我们都是非常忧虑 加上负责香港事务的习近平 都要取消与外奔会面 自然令人猜测两者是否有关 还有消息说 处理港澳事务官员已分批下来 观察立法会选举 谁知见到反国教拍一段声温 分分钟会打击建制派选情 就像中央暗插示威根本没鬼用 相信今次取消外奉 都是北京的决定 林和纳说 事件反映中央好惊 在十八大换届之前香港出事 不败罪稍后会拆落圣洋部 等十八大塵埃落定了 才硬退洗脑教育